头头是道 猛狮赞爆 光头给你爆一爆 大家好 我光头了 欢迎来到头头是道 上周末啊 我带老婆跟小孩去 新竹的武峰 这个名叫山姆 露营区的露营区露营 那先说 这个不是我开的 所以 你们要去的话 是没有优惠的 那好久没有露营了 说实在 到户外真的很奇妙 这几天啊 去户外的时候 喂食道逆流啊 喉咙沙哑就好了 一路完回来台北 又突然觉得不舒服了 所以真的 要出去户外走走 真的是很不错啦 尤其这个 亲子时光 那说老实话 以一个爱棒球的老爸来说 我是不及格啦 因为我不像阿杰 让自己的小孩去打社区棒球嘛 那也不像斯文 带小斯文去打乐乐棒球 那我就是让 儿子自己选自己想要去的活动去做 那不过内心还是有点点小小希望 我们家Kiwi可以 喜欢看球啦 那毕竟多一个人可以陪我一起 聊天聊棒球也是不错啦 那不过要儿子喜欢 重点是要让看见我对棒球的热爱嘛 既然我没有办法成为棒球选手 就用另外一个方式 所以我就想说成为Podcaster 想说用另外一个方式对棒球有一点点贡献 那今天也看到了郭戴琪去参加台缸测试的新闻 那他说的话也让我非常有感啦 那40岁的郭戴琪哦 本次是测试会年纪最大的选手 那郭戴琪表示啊 棒球是我的最爱 那他自己表示说有小孩嘛 那小孩也在打球 希望可以做儿子的榜样 不管他现在是不是40岁 继续为自己的梦想努力 棒球是我最爱 很享受打棒球的那种感觉 不管有没有机会 有机会我就尽力去拼 试试看 有没有成功 这是其次啊 没错哦 我对棒球的热爱哦 目前就是转化在节目上啊 那每周的话努力产出节目更新节目 也让我的儿子看一下他老爸的热忱 那会不会感化一下他 至少啦 让他知道 我在努力去试试自己喜欢的东西的人的事的物 至少不认识主节目啊 或者是当初催生的这个五四三周会谈 那目前都可以持续的展出哦 也有固定的番薯粉收听啊 所以还是要谢谢各位大大 各位番薯粉的支持啊 那不管我们是不是收听的前几名 至少我觉得我们大叔们有努力过 是吧 那最后还是要希望一下 大叔们付出了时间精神 还有这些力量来制作的这些内容 如果大家有一点点余力的话 也可以上折折上面去赞助我们啊 那每月的赞助金哦 除了必要的开销之外 我们也会提拨部分金额 去支持台湾棒球啦 来到猛师战报 上周原本要打五场比赛啊 但是因为全台的雨势 只有打了四场 那这四场比赛有一场也打到一半 那延到我们录音的这一天哦 才会进行补赛 那剩下的三场比赛 我们拿下两胜一负的成绩啊 我们就一一来看吧 上周一的补赛哦 胡志伟再次展现本土王牌的架势 以往对上桃源 胡志伟投的并不算出色啦 但是这场就不同了哦 七局六安一K 只是一分的智者 拿下本季的第五胜 去年我们有提到胡志伟的问题啊 就是一直想要那种 边边角角的球路去引诱打者挥空 那想要去求三振 但是都会让自己投到 比较不利的状态 那这几次明显就是让对手打不好 像这场才一K而已嘛 而且七局投完 才用不到一百球 才投了98球 那也顺利的压制住暴力源的打线 也逐渐的拉近了差距啦 那周五啊 我就在露营区喝着小酒 听着帐篷外的小雨声 那看着转播哦 嘟嘟投起来是相当稳定啊 虽然最后没有拿下胜利 但是很明显 今年调整的相当不错哦 那这场比赛的前一天 日子乐天的投手 暗笑之后 对上广岛拿下了胜利 投出生涯对日子12球团 都有拿下胜头的记录哦 那让我内心也突然想说 嘟嘟是不是应该再撑个两年哦 如果能够对上台缸的一军 也拿下胜头 也算是缔造一个难以突破的记录嘛 来来来来 说到这里哦 本周丝头开尾小冷盘 就来问一下大家啦 这场比赛是 嘟嘟对上罗利 是目前 中职现役的投手中 胜头排行前两名的投手 分别是147升跟99升 哦 所以罗利是差一胜哦 就要拿到生涯百胜哦 那希望不要对到我们了 好不好 好 问一下大家啦 嘟嘟跟罗利 分别是 对上哪些队伍拿下胜头 那答案在节目最后公布哦 头头是道 我们继续go 好 回到这场比赛哦 罗利这场真的是投的不错啦 六局虽被打了八安 但是只是一分啦 我们就在 邦邦的投手群压制下 也就拿了这一分哦 那九上 郭富林打出全能打 前的一个安打嘛 那结果没有积极跑雷啦 也引发了各界的讨论 那我是觉得啦 球员到了这个等级哦 不只是要把自己的 职业本分做好 更多的是要 医生做的表现 尤其是职棒 是很多想要打棒球的小朋友 一定会模仿学习的对象 所以你的一言一行 尤其是在球场上的行为 都会影响到 所有要打棒球的小朋友 或喜爱棒球的小朋友 所以 千万不要忘记 要做好当下的动作 那如同主节目 之前我们访问过 许峰斌教练一样嘛 打者当你打出去的时候 你的身份就转化回 跑者了哦 所以打出去之后 做好当下就是 进进去跑雷 所以希望所有球员 都千万不要忘记了哦 好 来到周六对桃源之战哦 罗王再次 搅出优质先发 先发6.2局 用了102球 67个好球被打七安 包括林立的一支拳内打 投出6K 一个保送 失掉两分自责哦 这个拿下了开季的先发6连胜 不得不说 罗王的优质表现哦 是我们上半球季 能够在前半段的重要关键之一啊 那这场比赛 也有两个人 达成个人记录啊 一个是 大鸡鸡的1100安 那另外还有 郑凯文的 吴时鸿 只要恭喜他们两位哦 那也希望凯文哦 能够真的破茧而出 成为重炮 他目前 打出来全一打 是全队 领先榜的第一名哦 好那上周打完之后 我们的战绩是22胜 15败两合 是以0.5场的 胜差落后 龙头的乐天 那在我们录音玩的今天哦 也打完了帮 对帮帮的比赛 也拿下第23胜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 胜场差是跟 乐天讨厌是一样的 哦 只是在胜率的差别啦 好 来到红烧四十头 投手就给胡志伟啦 7局11分的好投 那不亏是目前我们 本土最稳定的 王牌投手啦 那打者部分 视野依旧是稳定哦 OPS上个礼拜 达到了 0.990 那上周表现优异的选手 投手还是要给罗王啦 除了 胡志伟是我们的 本土王牌之外 罗王是目前今年的 洋将王牌啦 那另外打者的话 就给泽凯文哦 除了拳打之外 他的OPS也有到达 0.773哦 那失意不失智 上周表现不佳的选手 就是一个加减乘除啦 两个0 成0跟负0 成0的话上周8-0 而且三振率 靠打5成 这个要注意一下 可能是新人刚上来 突然打了这么长一个球技 所以要注意一下 这个体能调节啦 那负0哦 虽然你有打出场打 安打 但是 跑壘再不积极 我是觉得你就会 被球迷一直酸到爆啦 所以好好加油啦 好 来到失列战场 本周赛程要南北奔波哦 录音的今天 就是我刚刚有讲的 跟富邦进行的一场补赛 所以我们会先到新庄 对上富邦 那这场打完了之后 隔天 也就是节目的上线的这一天 就要马上南下到陈青湖 对上卫拳了 休一天之后 再拉回到北上 到新庄 跟富邦进行三连战 打完隔天 也就是星期天 再拉回我们的主场 去对上中兴兄弟哦 所以这样南北奔波 也是挺累的哦 三半季大约还剩下20场左右的赛事 所以就看一下 领先集团这一次队哦 谁能够把状况调到最稳定 那谁能就能够出现了 好 来解答一下 师头开胃小冷盆啊 嘟嘟对上罗利是目前 这两位哦 是目前中子现役的投手 胜头数前两名哦 我刚才有讲过了 是147胜对99胜 那问一下哦 嘟嘟跟罗利 在中子生涯 分别对上了哪些队伍 拿下胜头了 那罗利我们先讲 他总共对到了八个球队 拿下胜头了 分别是 同一队 拿下了43胜 是最多的 新农拿一胜 兄弟拿五胜 异大拿六胜 中心兄弟拿16胜 蓝鸣狗拿21胜 乐天拿六胜 以及魏全龙拿到了一胜 那他确实对我们 算是蛮有压制力的啦 除了拿到了43胜之外 他的防御率也只有3.12哦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嘟嘟啦 嘟嘟呢 总共对上了12队 拿过胜头哦 所以我私心才会期望说 他如果能够再待两年 诶 刚好对上台杠 再拿下胜头的话 那或许就可以凑个13队哦 那12个球队 也是史上最多的啦 那他可能没有碰到的 就是譬如说像三桑 可能没有碰到 石暴音没有碰到 那郡国没有碰到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其他的话哦 包括 第一 兄弟相 新农 中信金 陈泰 蓝米狗 米迪亚 易大 中信兄弟 富邦汉将 跟卫犬龙 都有拿下过胜头 那分别是几胜呢 我们还是稍微讲一下啦 第一金刚哦 虽然只碰到了一年 他就拿下了4胜了 那兄弟相的部分 拿下了26胜 新农 时期拿下了30胜 中信金时期拿下9胜 哦 还有一场的 无安打比赛嘛 那另外陈泰 拿下17胜 蓝米狗 拿下27胜 米迪亚那一年 他出赛了两场 拿下了1胜 易大的话是11胜 中信兄弟14胜 富邦汉将6胜 热天桃园目前没有拿下胜头 最后就是 卫犬龙队的2胜啦 所以就期望说 碰到热天桃园 可以尽快拿胜 那另外 吃心的再希望说 哎 两年后 对上台冈 也再拿胜啦 好 就可以凑到13只啦 是不是 那今天的头头四道就到这里了 各位拜拜 大圣师侯 Rose Lions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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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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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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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La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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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